开始加这个一致栽培的水料啊 一致栽培的水料不够了 池子里面不多了 差不多了啊 把这个水盆关了 关了以后你测一下这个依稀值是多少 然后才确定 用这个依稀检测笔 加这个肥料基本上是2.36 这样的一个一吸肥料弄度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个正面的机制栽培 温度高了以后啊 我们适当的可以把肥料弄度往下调一下 温度低的时候可以高一些 这是做无土栽培我们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基点 再一个呢 关于无土栽培的肥料啊 市场常规的水中肥不能用于无土栽培的肥料 因为无土栽培肥料里面必须含有14种矿物元素 这是必须一个少不了的 还不能用其他的元素去代替 弹磷甲大量元素 钙磁磁重量元素 然后另外的8种微量元素是必须有的 如果你缺一个那么你这个重的作物 它就长不好 这就是我们在无土栽培的时候 我们对肥料的选择的一个重要性 你看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个肥料是我们自己配的 因为市场上 专业用于无土栽培的肥料相对比较少 砸个比较高 所以说我们自己配的话比较划算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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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